各位同学大家好 三角函数的微分 各位同学已经学习完了 那么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并不算很难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三角函数的微分之外 它还有反三角的微分 我们学习完了以后 是为了我们 第二个部分 就是积分的部分 做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准备